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抗日名叫 残忍杀害我党志士 却在最后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 穿着解放军军服下葬 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国民党将领 能在死后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 着实让人不解 很难以置信的是 就连一向黑白分明的周总理 面对这位国民党将领的遗孀时 双目泛红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这个国民党将领究竟是谁呢 百度搜索周总理后代国民党遗孀 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点个三连 看看这位遗孀究竟有何与众不同 1973年 一位富人秘密抵达香港 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 想到马上要见到周总理 他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 在此之前 他已经数次婉拒过周总理的接线邀请 直到周总理委托大使馆前去游说 他才勉强同意踏上回国的飞机 而之所以他如此犹豫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 革命年代 这个名叫王玉玲的妇人 嫁给了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任职的将领 因为革命立场不同 他的丈夫曾对共产党痛下杀手 本以为两人的会面是一场红门宴 可直到真正见到周总理时 对方的反应才让王玉玲放下了戒心 面对这个国民党将领遗孀 周总理在寒暄过后略移停顿 随后便无不遗憾的表示 张领甫是一位优秀的将才 没能将他争取过来是自己的责任 从周总理口中听到丈夫的名字后 王玉玲当场落泪 他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曾与共产党结怨的丈夫 竟在死后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与其他携事弄权的国民党将领不同 贫苦人家出身的张领甫有着一颗抗日救亡的爱国心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 张领甫便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 数次以身半嫌与日军激烈开战 那场著名的813松户会战 张领甫也曾以上校团长身份参战 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战斗中张领甫表现超乎常人的战斗热情 哪怕与敌人肉搏时不幸中弹 他也咬牙继续战斗 这让共产党十分敬佩 上高会战时张领甫还曾率领 58师与57师与日军决战11日 凭借着不惧战死的勇气 被国民党称为抗日铁军 一时间风头无两 论抗日功绩 张领甫的革命决心固然值得敬佩 但作为国民党将领 张领甫也曾在蒋介石的一声令下 率兵围攻解放区 严重损害了我党的战斗兵力 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区的孟良顾战役 就是张领甫与共产党的最后一战 由于错误判断抵我双方实力 在接到解放军主力逼近的消息后 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 不顾阻拦指引命令张领甫所在的部队前往迎战 最终因缺乏援兵而落败 而作为战斗主力的张领甫 也在这场战役后身亡 在清理战场时 因为敬佩张领甫的革命事业中的奋勇贡献 陈毅将军不忍张领甫穿着破烂的国民党军服下葬 这才破例为他更换了解放军军服 而在得知消息后 周总理也十分心痛 作为黄埔军校的负责人 周总理算得上是张领甫的老师 如今优等生明珠暗头 这让周总理心中也五味杂陈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妥善安置张领甫家人 周总理辗转多方打听到了王玉玲的下落 得知王玉玲飘零海外后 周总理便立马行动 准备将王玉玲接回国内安享满年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坚持下 王玉玲在晚年回国 不仅因为丈夫的特殊身份遭人冷眼 还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召见 这让原本就忐忑不已的王玉玲非常感激 与周总理会面结束后 王玉玲便和家人定居上海 奔走在了谋求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上 可以说作为曾经的战犯家属 王玉玲能有如此安稳平静的晚年 离不开周总理的默默付出 这样的伟人眼界不得不让人称赞高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